65%的食物必須日本進入 在東京甚至95% 這讓它離開和不適合 特別是在時刻的風險 東京大約有3600萬人口 每天要如何餵飽那麼多人的肚子呢 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 經歷了地震、海嘯、核電事故 這些重大災難之後 這個大都會的生活與糧食儲存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本片從竹地開始 一路來到秦森 訪問了漁飯、廚師、農民 以及清潔工人 他們擔憂輻射污染 也憤怒政府隱瞞訊息 以及操縱媒體 更有人積極參與 反對核電重啟的示威活動 週二晚間10點 記錄觀點 東京的肚子就在公共電視 還以為有什麼新鮮的